大家好,我是歇后语区的向上UP主星辰 上期我们谈到有声有色的印度如何靠着百般找茬 好美国坑日本,暴打外资 为了把一碗恒河水端平 今天咱们继续走进科学 聊聊印度特色搞钱大法 罚小米超微 三个上公式罚款究竟为何 汽车巨头遮及印度 为何卖不出,关不掉,走不了 印度GDP没开三度超越戴英 其中有何选妙 三连转发,星辰带你发车了 做过外貌的小伙伴应该都深有体会 跟三哥谈生意,运气好点的 遇上个精神小伙,带心学习脱口秀 运气不那么好嘛 先白嫖你半个集装箱的小样 紧接着拿着屠龙刀砍价 起价一个亿,砍到两个币 最后在如同恶作剧般的甜言蜜语中不了了之 但架不住印度市场大,人口多 总有不信邪的倒霉单 2014年,小米发立印度市场 随后雷布斯亲临印度新品发布会助阵 一句,成了名娘海外的鬼畜 此时的小米为了做大做强 投资一涨再涨 名气越来越强 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仅近两年便在印度大杀四方 几身智能手机前五 创下了18天销售100万台手机的记录 2017年啊,一股作气击败三星 以超过25%的市场占有率 稳坐印度手机No.1 要说小米也是真有诚意 不光操作系统本土化 小米印度的高管也是一水的印度人 2017年,面对莫大仙 不讲武德提高整机进口关税 又砸钱在印度搞了几个组装厂 国内进口零件 印度完成组装 甚至贴心的改了个Made in India的牌子 让不少自信爆棚的三个物 认为是自家土生土长的企业 这属于是星辰做梦破百万 想得倒挺美 眼看杨肥了 小鸡子也终于露出黑角了 2021年12月 作为职业勒索户的印度税务部门 磨刀祸祸 指责小米涉嫌逃税 随即以血泪不及暴风影音之势 开出8200万美元的追缴税款罚单 要知道啊 小米在印度虽然销量高 但大多是低端机走量赚辛苦钱 净利润最多的2020年 才只有5500万美元 结果一下子被撸了个干干净净 谁是忙前忙后 一连土一抹口袋2块5 印度抢了钱 小米卖了手机 这波真是双赢 印度赢两次 还没等气儿顺过来呢 三哥继续发工 2022年5月4日 印度又以假冒支付版权费 非法汇款为由 冻结了小米账户上的7.25亿美元 更离谱的是啊 为了把事彻底做实 既凭空造法 向前追溯50年后 秉持以德夫人的三哥 又开创了新打法 你们不是要整去吗 来咱给你现造一个 直接拘了小米印度的CFO和总经理 威胁不按税务部门的要求提供口供 就暴打加判刑 他明明都已经下手抢了 还费心安排个罪名 真是用心良苦啊 其实啊 付版权税是跨国公司的日常操作 毕竟造手机的芯片 零件 手机里的系统 软件 不能凭空涨出来 你堂堂大印度 螺丝钉都得靠进口 不付专利费能行吗 这简直是打开棺材喊捉贼 冤枉死人了 最终双方对簿公堂 被动资金才得以解冻 但事还没完呢 反手三哥就修改了外汇管理法 为下一次耗羊毛打基础 尝到了天头后 崇尚多劳多德的印度 开始了无差别攻击 今年7月份 印度税务部门声称OPPO逃税 顺手抄了人印度高管的家 随后又以调查洗钱的为理由 冻结了微博账户上价值 3.86亿人民币的贷款 好消息是三哥提出 要解冻资产也不是不行 但你得先交8.3亿人民币的担保费 好家伙解冻三个亿得交八个亿 杀猪盘都不带这么玩 跟三个亿比 创业初期的磁富抢银行 都显得格外文明了 或许有人会说 为啥不反击呢 反击啥呀 不让卖印度神油 还是不准喝恒河水呀 知道的 请把方法打在弹幕上 在轰轰烈烈的找茬之中 2021年 印度首富安东尼 推出了印度国产手机 什么水平呢 可以这么说啊 理想是陈州侧盘千番过 现实是板凳平替一等座 这手机最大亮点 是拥有时光回溯的核心科技 经验的2G运行和32G储存 外加跨时代的骁龙215处理器 带领用户梦回2008 足以让友商惊诧的7.5瓦充电器 更是非常印度化 低行商怀旧 高行商复古 说这是充花费送的 都算侮辱国产山寨机了 但没人买没关系啊 三个还有一揽子 销售小妙招呢 比如来个特许经营啊 规定外资手机售价 不得低于150美元的法案 或许在印度看来 把其他厂商都干死了 我大印度立刻天下无敌了吧 弹幕里的乌烟族可能会问了 干不下去 我走还不行吗 从印度跑路 还真有点难度啊 20世纪末 雄心勃勃的通汽车 吃巨资冲进印度 在他们看来 这块作用极易人口的福地 是未来汽车销售的男孩 放话要将印度打造成 全球汽车出口中心 结果到了一看 妈的来错地方了 来海是来海 就是有点窄呀 经济实惠的摩托车 在360度全死角的印度道路上 展现了碾压式的统治力 能卖出去的小汽车 基本都是恨不得 论金上乘的低端产品 硬着头皮干了20多年 始终是库存太多 销量太低 钱亏了十多亿 市场份额剩下不到1% 四捨五入 约等于帮印度搞扶贫 2017年 通用汽车决定停止印度业务跑路 有趣的事出现了 通用想关工厂 结果被当地的帮政府直接驳回 理由是 我们觉得 你还能行 根据印度法律 工厂的工人超过100 辞退的权利只有法院有 关掉不行 那我卖了总可以吧 2018年 通用找上长城汽车 双方谈了两年 最后关头 又被印度一纸文书驳回 就这样耗了五年后 通用汽车仍然是销量提不上 关厂又不让 撤退没希望 同样经历的还有难兄难弟福特 投资近10亿美元在印度建厂 亏了20多亿后 以白菜价9150万美元 顺利卖给印度本土的塔塔汽车 有道是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前人挖坑 后人翻墙 2022年 印度交通部长又喊话马斯克 结果却被一句 印度先证明特斯拉能在印度卖出去回怼 这也就不奇怪了 在三个数十年如一日的金庚戏作下 享受过印度特殊关照的外企满坑满谷 像封杀几百款我们的APP后 每两天印度官方举办软件开发大赛 号召大家群测群力抄袭替代品 还有不让倒闭的诺基亚 进退了难的沃尔玛 被怀疑炸薯条还有牛肉汁 而频繁遭到打压的麦当劳 以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纠纷 直接被跨国传唤总公司前董事局主席的阿里 甚至连苹果都不能幸免 2020年由于工资纠纷 民风淳朴的三哥砸了苹果代工厂 并就地方活 代工的数千台苹果哄抢一空 当然这些骚操作对三哥而言 只能算是发挥稳定 毕竟连人类高质量赚钱方式 小额代入驻印度后 都得西装进去酷洒出来 而三哥的标准也始终如一 一帮抽外地的来 我新得里要饭来了 也可是正统普洛门 你跟我摊法 我都觉得搞笑 能把资本欺负到贵的还赚不到钱 属实是第三世界之光了 说到这里啊 肯定有人反驳了 印度这么不堪 为啥GDP能超越戴英帝国 成为第五大经济体呢 首先GDP的计算本身就很玄学 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啊 印度牛粪都算GDP 这个说法既对 但又不那么对 2015年 考虑到大印度自有国情在此 三哥与世俱进 修改了GDP算法 把什么摆摊的窝棚啊 屈身的贫民窟啊 统统计入房地产 同时 金银算成储蓄 而不是消费 牛羊粪更是按金 算成有机肥 甚至还加入了绵羊排泄率 等高端指标 成功做到与国际接轨 在这一极具咖喱味的算法加持下 印度GDP有此大涨 分别在2016年 2019年 2022年 三次超过英国 每三年赢一次 反复编失 极其规律 不知道三哥有没有把每年从老美那边诈骗增收的几百亿算进去啊 要是没有 调整下 估计还能再涨一波啊 此外 印度的人口体量 国土面积摆在那里 纸面GDP超越英国 并不稀奇 毕竟总人口10亿的非洲 2020年 GDP有2.4万亿呢 这些数据啊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日不过 是真拉胯呀 在空洞的GDP之下 有这样一个数字 116个参与全球极客指数排名的国家 印度排名101 跟非洲国家不相上下 甚至朝鲜都比印度低 这才是现实 关于印度崛起的话题 吵了不下十年啊 中印对比的讨论 更是屡见不鲜 要知道 我们的非洲发展 靠的是不畏苦难的先辈 砸掉禁锢 挺直腰杆 以及一代代踏实肯干的人民 前赴后继 奋勇向前 而古代差一个嬴政 现代差一个教研的印度 属于投悬梁 追刺鼓 丙竹叶独 最后发现手里拿的是一本金瓶梅 再配上节色而鱼的短视经济 只能说呀 要走的路还很长 蛋糕只有这么大 在这个存量和增量 已经见底的时代 未来的印度 到底会如何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就到这里 喜欢的请一键三连 欢迎评论区留下观点 拜拜